几分钟就明白 炎症性肠病的特别之处 炎症性肠病患者 覆诊特别感浪 I 发炎情况 肠炎有没有复发 对上一次复发是什么时候 最近有没有发烧 任何发炎的皮肤 眼睛 关节 覆诊前 抽血 第二 B 长度 最近有没有腹痛 腹部肿快 每日的大便次数 大便有血 D 药物 有没有根植指示成药 有没有食指射药 其他药物成药 或者健康产品 有没有副作用 然后我会用几分钟时间 简介炎症性肠病 IBD 和解释以上感浪里面的东西 这个趁仔小小频道 就是用小小的资源 去fact check大大的话题 然后向大家报告 大家留意 在萤幕下面可以按字幕的 旁边有个齿能的按钮 可以教4K的画质 也可以选择播放的速度 如果你嫌我讲夜晚 可以教1.25和1.5倍 最后记得CLS Comment Like 和Share 趁仔小小频道 简介炎症性肠病 由英文IBD Infirmatory Bial Disease 到来 急性和慢性肠胃炎 都可以引起肠道发炎 而炎症性肠病 就是特别指肠有发炎 而病情不是短时间 而且会反反复复 特别的诊断方法 I 暂时没有任何单一测试 可以确诊结肠炎 或者黑龙视症 B Basket 诊断是基于一男子因素 抗括临床 抽血化炎 内视镜 活检 组织化炎 和素描结果的组合 D 需要排除其他疾病 有些感染和炎症性肠病 IBD 类似 都有腹痛 腹射 和相似 内视镜组织检查的结果 感染的例子 例如结核病 其他寄生虫 真菌 细菌感染 都可以 其他例如自身免疫疾病 血管炎 长度缺血症 药物引起的肠炎 都需要排除 才可以诊断 IBD 特别的分类 为什么要分成两个类别 症状之外 长度的症状 例如腹痛 大便有血 辐射 有小部分患者 可能有长度以外的病症 例如皮肤 眼睛 关节发炎 IBD 可能引致的因素 都是一男子 包括内在和外在因素 内在因素 有 遗传和免疫的反应 外在因素 包括环境 和微生物 国际研究 找出百多个 严正性肠病相关的基因点 这些基因点都被认为 与环境和微生物因素密切相关 一个可能的原因是免疫系统的问题 正常的免疫系统 试图抵抗入侵的病毒和细菌 IBD患者免疫系统 对环境有不尋常免疫反应 身体免疫系统 自我攻击消化度的细胞 从而引致肠发炎 题外话 IBD患者的免疫力 不单正常 还有额外的时间 身体免疫系统 自我攻击消化度的细胞 所以我建议IBD患者 不需要寻求坊间的东西 去增强免疫力 反而 接着来 有些治疗方法 是会稍微降低免疫力 从而减少发炎 治疗 医生考虑因素都是IBD I 严重程度 分轻中和重 B 抢受影响的范围 D 质病治疗的阶段 例如是有到期 维持期 还是复发的时间 IBD的药物治疗 在国际指引列出研究证明 有效医治IBD的药物 我将它列出来 包括C 瘤固醇 A ASA 胺基水酿酸 T 流氓0 A 抗菌素 C 橫抛素 O 其他新的治疗方法 M 甲肝碟0 或者是B 生物济剂 大家留意 生物济剂那些药的最后三个英文字 MAB Monoclonal Antibody 即是单一种类型的细胞制造出来的抗体 由实验室生产改造作为替代抗体 可以恢复增强修改或者模仿免疫系统 减少不必要的细胞攻击 有网民问我 益生菌的治疗 国际指引说 对溃洋性结肠炎 Uc 轻症可能有一定的益处 但不建议常规使用 相反 目前文献中 没有证据表明 益生菌治疗对黑龙视症有任何好处 除了益生菌外 还要留意份量 在研究里面 用每日三万亿益生菌的份量治疗 抢炎 而每瓶益力多 含有超过一百亿个乳酸菌 计计数 三万亿 即是每日要饮三百亿益力多 才能够达到药用效果 所以我经常说 不是叮当法宝 手拿着一支 在超级市场买回来的乳酸菌 就会有效 特别的治疗 食肆啦 已有四项分辨移植治疗 对照试验 对溃洋性结肠炎 Uc病情有效果 但他们暂时仍在研究阶段 分辨移植 是从健康捐赠者收集分辨 经过处理后 将它引入患者的长度 所以食肆啦 并不是骂人 可能是另类的治疗 特别的戒口 国际指引说 暂时没有证据 去排除某些食物 有助 舒缓IBD的病症 反而国际指引建议 所有IBD患者 继续多元化的饮食 以满足能量和营养的需求 指引建议 鼓励患有IBD的吸烟者戒烟 因为患有黑龙事症的吸烟者 疾病发作的风险更高 手术发生率更高 手术后复发的风险都更高 所以IBD特别的戒口 就是戒烟 炎症性肠病患者 覆诊特别感浪 I 发炎情况 腸炎有没有复发 对上一次复发是什么时候 最近有没有发烧 任何发炎的皮肤 眼睛 关节 覆诊前 抽血 第二 B 长度 最近有没有腹痛 腹部肿快 每日的大便次数 大便有血 D 药物 有没有根足指示吃药 有没有食指射药 其他药物成药 或者健康产品 有没有副作用 为什么要问有没有根足指示吃药 其实我个人就不太介意 患者坦白跟我说 他吃不齐药 反而不跟我说 我都不知道究竟加药 还是药有没有效 我都试过遇过有患者 曾经停药 不会即时复发 只不过 假一段时间 大发作 又回来医治 有五份研究 曾经随机对照试验 评估 UC患者 停口服5ASA药 追踪了515名患者 6至12个月 与继续治疗的患者相比 停止口服5ASA的患者 复发率更高 停药组6个月时 复发率大约是50% 阅读建议 入门级美国疾控中心资料网站 中级难度 有一份八页纸的文献 大概十分钟内可以看完 超级难度 四个国际指引之一 例如英国腸胃病学会 2019年的指引 超过100页 我会在IBD英文片 讲深入一点点 诊制贴士 IBD Infermatory Bile Disease 中文就译做 炎症性肠病 我尝试将简介诊断症状治疗 症状都是IBD 因为他们不单止长度的症状 还有长度以外的症状 IBD的原因 都是一男子 有内在和外在因素 资料 医生考虑的因素 又是IBD 严重程度 肠瘦受影响的范围 和疾病状态 介口 建议不需要特别介口 继续正常多元化的饮食 真的要介口 就是介烟 患者的覆诊感郎 又是IBD 包括发炎的情况 最近肠的情况 和食药的资料 我觉得 炎症性肠病 是一个很复杂的题目 希望这几分钟 我可以用非常简单的方法 介绍验症性肠病 特别之处 和解释感郎上的东西 多谢各位